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觉得我学的是影视表演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电视剧 电影 男女主角都想成自己 然后最后等到面试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学的是相声 看了男女主角面试的时候说让你背一抱太名 对 现在后悔吗 也不能总说后悔 也没有在这儿说后悔的 对不对 你们谁是最擅长舞蹈的 谁有舞蹈天赋 谁最喜欢舞蹈 老秦 你们觉得我会跳舞吗 会 你想瞎了心了真的是 舞蹈也可以呈现出来我想要的情绪是什么 这是我一直对舞蹈的理解吧也算是 嗯 比如说高兴的时候怎么表现呢 比如说有个成语吧 我好不容易说回成语 手舞足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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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舞 我刚说的是手舞吗 你说的是手舞 手舞足蹈 手舞足蹈 对 用舞蹈怎么表现 嗯 我还要表现出来吗 你说出来的是手舞足蹈 你学过对不对 你得来一个 你以为让你白来的呀 我就以为说出来就可以了吗 我把我开说的说了吗 不行不行 手舞足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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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感觉就是 手舞足蹈 张云南 你表现一成语 顿多说一句 哎呀 为什么呀 我们还要写作业 因为平时没有时间写文化课 那熄灯以后怎么写作业 偷偷地蒙个小被子 然后拿手电 然后就写 就这样 不蒙被子 直接拿手电 又怕影响别人 宿舍阿姨就会敲门了 你不可以那个不睡觉 可见这个用点功多么的辛苦 多么的难呀 不容易 要比起这张云南 这辛苦很多 对 所以张云南艺术上面 没有很大的成就 跟他不努力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他挺努力的呀 所以他想当新的队长 我觉得难上加难呀 你看我专舞蹈这 还有机会吧 你舞蹈队当队长 有点难 咱们这手艺客栈开业以来 组织了不少各个主题的活动 总的来说 嗯 还是比较成功的 相当成功 挺成功 不过今天 可能要遇到一点难题 怎么了 不可能哥哥 我觉得没有什么难题 是难不住咱们的 容易被一切困难难倒 咱这不是白干了吗咱们 哦 我说错了 没有什么难题 是难不倒咱们的 这还差不多 是难不住咱们的 是难不倒咱们的 就是 没有什么难题难倒 没有什么难题 是难不住我们的 我 终于说对了 你这句也不对 你啊 你还是退出吧 没有什么难题 能把我们难住 对 对 跟我那一样 嗨 嗯 当然 微信 我 是 小